在本视频中,我们将向大家介绍一种加密货币的交易策略 了解该策略以后,您将能够更有效地买卖Altima硬币 我们要介绍的是一种在加密货币交易所下订单的策略 所以我们先来说一些理论知识 订单是指你购买或出售加密货币的一种个人订单 订单可以分为市价单和挂单两种类型 市价单指的是在交易终端直接下单开仓交易 而且必须按照当前的市价执行交易 而挂单指的是用户提前下单 当市场价格接近订单中指定的价格时 挂单的交易才会被执行 也就是说用户将延迟完成下单一段时间 而我们要介绍的策略就基于挂单交易的类型 请注意 本视频不构成消费建议 我们仅介绍市场上的确存在的一种策略 是否采用这一策略决定权在您 好 我们开始 第一点 不要按市价出售 下挂单已指定更高的销售价格 最好的选择是以高于市场价格5%到10%的定价下单 这表示奥提马的价格被低估了 从而能促进该硬币的价格的上涨 第二点 采用均匀定价的策略 换句话说 以阶梯式买卖的方式买进和卖出加密资产 均匀定价策略指的是用户不以特定价格下一个订单 而是以不同的价格下多个订单 这时当一种硬币升值时 您采用的阶梯式的买卖方式 就会让您更快地获得利润 如果您不是加密货币交易所的新手 那您一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在出售硬币之后 其价格偏偏开始上升 就好像在故意针对你一样 这时我们的均匀定价策略 就能让您以更高的价格下更多的订单 从而避免此类的损失 当然所有人都希望在价格最低点时买入 在价格最高点时卖出 但你要清楚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即使是最有经验的交易者 即使是投资了数十亿美元的加密货币的大鳄 也会采用阶梯式的交易方法 没有人能够准确地预测价格的最低点和最高点 最好的策略就是采用阶梯式的交易方法 以更高的价格买卖奥提马硬币 订单的最高最低差价应该在20%左右 要在加密货币市场取得成功 你必须明白一点 等待完全是常态 因此你应该尽量以更高的价格 分批出售自己的奥提马硬币 如果您有兴趣长期赚钱的话 您可以定期 也就是隔一段时间以相同的金额 购买奥提马硬币 比如如果您决定某月1号投资100美元 购买奥提马硬币 那么您应该做好准备 在未来的几年时间内重复这样的交易 每个人都会投资不同的金额 有些人每月投资50美元 而有些人每月投资5000美元 这是一个相对灵活的策略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随时进行调整 即使当您看到硬币的价格大幅下跌时 您也应该继续投资 就是以便宜的价格回收硬币 这样当价格上涨时 您的利润就会更加丰厚 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 只有整个奥提马社区的数百万用户 都遵循这一策略 我们才能取得成果 想象一下 超过100万个更高价格的订单 将出现在交易所上 这将是一个奥提马硬币的价值 被低估的显著的信号 这也会帮助硬币的价格快速增长 因此大家都应该认真遵循以上这些规则 并将本视频分享给更多的人